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让自己的想象飞翔 你的心境会随着画面颜色的改变 经历不同的心情起伏 对 颜色可以是心情 也像是我们的生活历程 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美丽 如同故事中的小男孩 一直在寻找一种叫不孤独的东西 图上遇见了企恶后已经经历了境遇 原来我们都忽略了寻找过程中出现过的人事物 绘本后续的故事内容 就留给读者们从书中自己体会了 但无可否认 这本寻找绝对是一本适合平静心灵的好绘本 连小编自己都重复阅读了很多次呢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点击以下的链接购买 以好读关心你的知识来源 我们下次再见